海大有兩個校區 所以學生上學時期會穿越北寧路至對面的工學院上課 學校道路交通規劃為學生關注的重中之重 今日我們斑馬線在此化設完成 也看到學生使用率非常的高 可想而知學生的心情是非常期待且激動的 哇就真的是非常開心 因為其實陸陸續續就是有同學說 今天同意真的在架設了喔 然後就趕快跑過來看一下 然後像昨天晚上11點多 就因為我同學說 欸斑馬線昨天晚上11點38分在畫字 所以就聽到的時候就很開心 而且都是同學來講 甚至有人還會來拍完之後 然後標註我們的IG 然後就哇很開心 然後而且在這邊站了那麼久 也看到還蠻實用的啦 所以就能我們做一個東西 最主要就是讓大家能真正的使用它 所以看到不只是我們的喜悅 然後同學也喜悅 甚至大家能利用它完美的利用它 就只能說滿滿的開心啦這樣子 從現場觀察上來看 體育館連接工學院雖然有地下道 但學生通常會因為搶快而選擇冒險 直接通過北寧路險象還生 原本在貴族市家那邊附近 是很多人會匯集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方便的話 就直接從這邊穿越到那邊 像我是養殖系 然後很常在對面實習 然後也很常看到就是有學生 哇一拳很大拳的這樣 然後就穿越馬路這樣 哇看的是真的非常危險 同學不要穿越馬路 請走電重大樓地下連通道 迅速又安全 同學我們了解到現在這條 斑馬線已經建成了 那你們覺得今天應該算是第一天使用吧 你們有什麼想法 和你們看到有什麼心情嗎 很方便 因為今天之前走這裡的話 要嘛就要走地下通道 那如果對於就是我們同學有比較 腿腳不方便就比較沒有辦法 直接就下樓梯 如果可以走這邊的話會更好 我也覺得方便的許多 也比較安全 就是車子至少會停下來 不會有什麼車禍的抑慮 會長我們有了解到 學生會有想要倡議說 我們要把公學院那邊的校門口 有做改動 想了解一下這部分的原因 還有你們的想法 首先就是因為公學院原本的那個門口 它的路行比較短小一點點 就是大家只要車子跟車輛 一出來的時候 就馬上面臨到紅綠燈 它其實是沒有任何一個 待轉或是等待停留的空間 所以非常的危險 而且它也造成不少次的車禍 所以我們會想要 讓它移點到比較開闊的地方 然後讓大家視野比較大 那我們知道說現在如果我們已經規劃好 公學院那邊的校門口 有做移動的話 那我們聽說後車停的部分也會往前拉 那這部分你們的規劃和想法是 對 因為主要是因為就是我們後面那個 原本的公學院校門 我們會就是完全改成人型 就是不會有任何的汽機車 然後最主要的門口 還是會在我們現在的這個店中大樓後面 所以呢就包含我們的停車管制 然後還有我們等等的這些設施 都相對應都往這邊移的時候 這邊都 當然以後會變成為一個 就是比較重要的核心 那如果把後車停移過來的話 其實大家會比較的 就是像是因為斑馬線在旁邊 它其實過來 大家不用穿 為了要等車就穿越馬路等等的這些方法 它其實會比較安全 然後比較方便比較快速 然後現在的後車停也比較老舊一點點 它如果相對應蓋在蓋新的 然後用疑點的話 它其實可以比較安全 然後比較堅固 然後可以就是可以讓大家比較 能快速的搭載車 然後具有一個比較友善的行人空間 由學生提出的需求 市府與海大校方進行溝通及會堪 期許落實海大學生的行人友善 我們這個北寧路上 那個時候有很多海大的學生 在上課的時候 常常會穿越這個北寧路 造成交通的一些不安全 那我們今天來會堪解決方法 那很感謝校長 校長今天我們一起大家來討論 那我們會設置一些這個彈性時段 不同這個方式的紅綠燈 我個人是比較想是說 就是比照中正路有些路段 它是可以用按鈕的 或者是說不同的時段 它會有不同的這個安排的方式這樣子 那另外呢 很多的一個我們海大師生會使用到機車 那停放的空間不足 我們現階段配合政策 我們會在比較寬的一個人行道 去開放機車停放 同學那你知道我們那邊北寧路 現在有劃設機車閣 那對你來說 你覺得你的停車什麼有更加方便嗎 我覺得是有的 因為如果像是 冰海校區進去以後呢 其實裡面的停車格在早上的時候 通常都是滿的 很難找到自己的車位 很多人就是微停在旁邊的紅線上面 然後以及是那個校門口 靠近郵局後面那邊也都是 擠滿人的 然後那個車子也是 通道變得很狹窄 因為左右兩旁的紅線呢 也會有停機車 所以我覺得在北寧路上面畫機車閣呢 是可以紓解一部分的停車問題 這幾次的提案呢 大家都有非常顯著的效果 那您認為在這個過程中 你有什麼收穫 那其實在校內 我們有辦理有關校園停車等等 還有一些路程改造等等的 這些公聽會 然後甚至是邀請到了校長 然後兩位副校長 還有總務署的行政團隊 來一起做練習 然後來聽聽學生的意見 其實這是對於學生之事上面 非常大的改動跟進步 就是能發現 就是大家可以更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 跟看法 然後去爭取自己的權益 所以其實學生有任何問題的話 你可以直接找這個學生議員 就是來討論完 然後他再前往議會 然後再進行更深一步的討論 然後討論 如果說大家一直覺得 這個提案不錯喔 那我們就可以就是 由政府議長這邊 然後來代表 然後來前往爭取這樣子 我覺得還是要跟大家宣導一下 就是說不要穿越馬路 因為可能大家都是為了 就是方便啦 然後可以直接過馬路 然後但就是 會造成一些危險上面 在學校方面也是 需要多加宣導 就是說不要穿越馬路 有學生倡議的這條斑馬線效果非常顯著 也呼籲所有的用路人 我們未來要繼續遵守交通規則 期許基隆成為台灣行人最友善的城市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張宇恩 採訪報導